瑞芳国小小勇士路跑活动分三个时段开跑 首先由低年级三公里组从学校操场出发 一路沿着基隆河左岸步道跑步 中年级和高年级则是挑战五公里和七公里 除了挥汉享受跑步 过程中还能进览基隆河的风光 透过孩子平常的一个运动习惯的一个养成 然后让孩子有一个自我挑战的机会 那我们今年跟以前不一样是在 我们今年把它扩大到全校的新师生一起参与 依照低中高不同的年级 比如说低年级跑三公里 中年级跑五公里 高年级跑七公里 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依照自己的一个能力 去完成这一次的挑战的任务 我们瑞芳国小第一次办理千人路跑活动 这个活动可以家长跟学生 有一个美好的回忆 今天的路跑活动包括十一元零一期 瑞芳区区长杨胜敏都到场给予加油打气 中途还设有补给站 补给站由节鱼里办公处 瑞芳左岸樱花步道推广协会 及瑞芳狮子会共同热情赞助 有运动饮料 面包 小零食等等 让跑者可以充分补给 再继续的往终点迈进 那今天我们瑞芳国小小朋友分成中高低年级三个阶段来路跑 然后有很多家长也一起来陪同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 然后也能够亲自一起来促进活动 然后有机会我们也希望这样子有意义的活动能够多多来举办 校方表示今年的小勇士路跑活动 也充分展现目前中央推广的SH150方案 还有新北市健康促进活动 透过孩子运动习惯的养成 然后让孩子有自我挑战的机会 也希望每一个孩子依照自己的能力去完成挑战 家长也共同参与路跑活动 和自己的小宝贝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回忆 介纯威 瑞芳采访报道